就是使用我们台湾在地 还有当地的食材 减少碳的排放 台中一间学校午餐业者营养师 在教室内介绍自家营养午餐 通通用国产食材主打永续经营 做出好吃的料理 还获得第四届台湾学校午餐比赛 加做的成绩 但有议员接到结局 这间午餐业者涉嫌拿进口小鸡腿 冒名国产肉品 供应给室内34所学校的营养午餐 超过2万多名学生食用 还领取三张EQ国产可溯源食材 奖金五六十万元 违反学校午餐合约规定 在团生业者中真的非常有名 因为他们常常就是用低价强标的 大家都会担心 那会不会有那个含瘦肉精的肉品 我直接也是混在 混在我们的食材里面 师傅前往鸡查发现这间业者 确实无法证明小鸡腿的国产可溯源标章 而且根据市面上养鸡场的鸡肉价格 进口鸡腿每公斤95元 国产则是每公斤135元 进口肉比国产的便宜 至于口感吃起来差不多 从外观无法辨识 议员怀疑小鸡腿来源不明 是不是有可能成本考量不是国产的 购买国产鸡肉的大骨腿 然后是经由截切厂 它分切我们有所需要的部位 农业局它是认为说 这个溯源标章的话 是直接到截切厂 所以它说这样是不符合 溯源标章的精神 被指控的业者拿出声明书强调 因为长期购买的鸡肉业者 鸡肉缺货 菜跟鸡肉分切厂 买国产国腿肉来做出小鸡腿 并拿出三项国产鸡肉证明清白 并没有看到那个混冲的一个状况 但是他目前是拿不出那一批有国产证明 市府表示会追回奖金 也会依契约祭典将处以最重罚终止契约 另外午餐业者 以涉让公务员灯载不时 以送法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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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